大家好我是REX 馬上開始這次的故事 黑暗洛克為了讓世界落入無盡恐懼的深淵 他讓宇宙人陷生於現實大肆破壞 熱斗就用城市強化KIGA加龍砲跟宇宙人打的同歸於盡 宇宙人登出了 熱斗的同步晶片損壞了 由於名人跟光博士都在下落 所以熱斗只能搭飛機去下落 到達後發現 既然除了美露和岩山以及特斯拉外 擁有迪奧揮杖的人都在這裡 原來是在接手同步數值的測試 突然挖掘機失控了 導致整座山都有危險 原來是黑暗洛克人得知熱斗不能雙向融合 所以派手下去下落攻擊熱斗 但他沒想到這裡的人都能雙向融合 儘管查理和萊卡能喊黑暗機器生命極大的部分勝負 但為了保護不能雙向融合的熱斗 他們無法發揮真正的實力 所以黑暗洛克人決定控制挖掘機下山去破壞城市 於是其餘的丁哥、普萊德、茉莉花就決定也要幫忙 趕快去阻止挖掘機 另一邊好不容易等到同步晶片做好的熱斗卻被奪走了晶片 原來是黑暗牙偷走的 還有洛克人跟硬質戰鬥要刪除洛克人 因為自己已經接受了特斯拉的委託 雖然是新W3接散前委託的 但自己已經收到定金了 任務還是得完成 那熱斗硬很應景啦 用無視刀對抗硬質的那刀 另一邊已經抵達城市的萊卡等人 全部雙向融合成功 事說你們各位最喜歡誰雙向融合後的設計呢? 我覺得丁哥蠻帥的啊 普萊德公主和騎士人 雙向融合後的設計改變也蠻大的 顏色也變得整個都像是女王風格 我個人覺得非常漂亮 看起來很像是數碼寶貝的天女獸 總之激烈的戰鬥都展開了 洛克人跟影子人的決鬥也是 影子人利用分身騙過了洛克人 再從影子中襲擊洛克人 此時突然出現徵狀的人 拯救洛克人 白盒子是前來阻止黑暗牙 做這些烏一一的舉動了 黑暗牙不管這些壓制住的白盒子 但突然手中的D2徽章亮了起來 白盒子說你也是要接受考驗的人 此時下爐的網路戰劫也趕來支援了 黑暗牙才決定撤退 而這也是白盒子要追蹤黑暗牙的原因 他就是最後D13人 順便交給熱斗自己從黑暗牙手上 偷偷摸到手同步晶片 另一邊城市的戰鬥還沒結束 萊卡趁敵人不注意隱形後 解除融合將偵察人傳輸進去挖掘機裡 利用城市強化無限火神砲 刪除了所有的海量病毒停止挖掘機 插力使用雙重螺旋槳迴旋刃 丁哥施展戰俘翻滾 普萊德甩出帝國崩擊 燃刺發射燒一彈 茉莉花扔出化學閃光 把上位黑暗機器生命機打登出啦 萊卡還不忘了戰鬥後 關心公主有沒有受傷真是有愛呢 突然D2的聲音響起來 他告訴擁有自己徽章的人 等到你們徽章合而為一時 那股力量是否能夠跨越我要帶給你們的考驗呢 地球人啊 審判日子就要來了 突然在新W3的據點 黑暗洛克人眼前出現一道聲音 竟然是莉卡爾博士 他告訴黑暗洛克人 是時候認真點了 遊戲時間結束了 擁有徽章的最後一人已經出現了 而黑暗洛克人在他面前竟然異常乖巧 幾天後 黑暗牙一如往常要嘗試刪除洛克的人 看到熱鬥因為劍人搶銀行事件在彎上出現 所以決定要今天用SOLID劍破壞PET 讓在裡面洛克人跟著被刪除 但他注意到了殺手 迪普卡巴塞水停止行動 迪普卡巴塞說 難得遇到同行彼此都加油吧 之後黑暗牙試圖在熱鬥上學時 丟苦無破壞PET 但不管是窗簷被拉上 還是同學們集成一團 都阻撓了黑暗牙的行動 映真告訴黑暗牙 別著急 之後肯定有機會的 黑暗牙認為 嗯...不一定呢 映真說 難道你覺得你贏不了光熱鬥? 黑暗牙說 不是 但我覺得這世上的一切都在幫忙光熱鬥 能夠得到運氣幫忙也是實力 忍者密傳上有記載 受到好運保護生命的人將奪得天下 但影子仍不相信 認為光熱鬥這副吊嚷噹的模樣 不可能成為人上人 突然對話被打斷是白盒子出現了 他要保護熱鬥 並且試圖追頓黑暗牙 熱鬥是你的同伴 不是敵人 但黑暗牙不做委託外戰鬥就撤退了 意外被白盒子攻擊到風箏 於是墜落到遠處 所以浪費了很多力氣 才走到曼哈卡裡吃飯 結果剛好遇到放學在用餐的熱鬥 看到PET就想攻擊 熱鬥說 洛根現在不在耶 他在日暮屋 於是黑暗牙就繼續吃飯 喔不是 是吃免費的煙菜 黑暗牙根本沒點餐 熱鬥問 你平常接收任務收錢要幹嘛 黑暗牙表示錢不是拿來花 而是拿來存 然後沒點餐其實是他在最多的途中 錢包掉了 熱鬥說 那我請你吃啊 我剛好有免費餐券 相反的 你不要再接這些不正當的工作了 畢竟你可是跟我一樣 又有徽章的夥伴呢 黑暗牙見識了反而直接離開 影子仁說你不要被迷惑了 黑暗牙回答 他想要讓我懂得什麼叫做夥伴嗎 希望我未來的主人 也能像他一樣如此大量 走到晚上的黑暗牙 終算在路上撿回錢包 但也剛好看見了 迪普卡巴塞利用賤人 槍劫運操車的場面 認為他想要錢 想到自甘墮落成為了強盜 認為熱鬥會來 所以埋伏想要破壞PET 剛好威力博士出現了 打斷了黑暗牙動作 黑暗牙說 不管是你還是百合子 都細心保護光熱鬥呢 威力回答啊 反正特斯拉都下落不明了 現在還去打倒多個人 你也沒意義吧 黑暗牙表示 接受委託就必須得完成 威力笑啦 告訴黑暗牙說得這麼好聽 你就是想要錢吧 乾脆我付錢給你啊 拿出一疊超厚紙鈔 欸不是欸 威力你有那麼多錢 之前還趁你養女的飯 黑暗牙氣了把錢給燒啦 反駁威力根本不懂忍者 錢對我而言到底是什麼 我是忍者 明明就是犧牲生命為主人奉獻 但值得我奉獻的人太少 所以我才決定要在遇到我真正的主人前 錢就是我的主人 等我遇到那位主人 我就會將我全部的錢用在他身上 威力明白了黑暗牙 是用自己的原則活在這世上 就跟著他一起去看熱鬥 熱鬥此時已經和丁哥與劍人戰鬥 但熱鬥沒想到 使用者的迪普卡巴塞是個忍者 會使用炸彈配合劍人的攻擊 兩人都陷入了苦戰 威力告訴黑暗牙 你還沒遇到你的主人吧 但如果地球滅亡了 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主人了 可以說如果熱鬥死了 地球就直接宣告滅亡了喔 你就再也賺不了錢了 並給黑暗牙自己製作同步晶片 黑暗牙都聽到這些話 只好違背任務外絕部戰鬥的原則 雙向融合槍來拯救熱鬥 利用分射速 把劍人的其他兩把劍打掉 再用暗影斬 瞬移到劍人的背後攻擊 黑暗牙向前詢問熱鬥 沒事吧 就被迪普卡巴塞戰鬥偷襲 熱鬥用風神拍 急暈的迪普卡巴塞 劍人再次發動攻擊 黑暗牙為了保護熱鬥 代替熱鬥承受攻擊 劍人高興也表示 你已經站不穩了吧 可惡的忍者 黑暗牙說 哼 我可是在等這一刻呢 我可以將身體受到的攻擊 轉換成攻擊力 原來是原作戰鬥晶片 村震的部分啊 此刻黑暗牙使用必殺技 村震刀砍出強大劍器 刪除了劍人 警察也逮捕了迪普卡巴塞 黑暗牙告訴熱鬥 自己要來收報仇 拿走了熱鬥之前要給他免費餐券 熱鬥說 別忘了 我們可是夥伴喔 黑暗牙心中想的 哼 我不是夥伴 你可能會是我的 葛田熱鬥牆的滴小歐最後的煙菜池 讓黑暗牙生氣又死亡 以人類來說 熱鬥也太小氣 自己竟然會有片刻認為熱鬥會是自己的主人 自己最後一天一定會打倒熱鬥和洛克人的 過一陣之後 在巴斯克諾瑪的艾斯特巴黎遺跡 挖出了迪奧的石板 因為光不是需要調整時空隧道不穩定 不能離開亞美羅巴 因此只能讓雙向融合的小隊替自己調查 要進入遺跡只能依靠迪奧的徽章 深入裡面探索熱鬥意外觸發野作機關 丁哥和燃池也是 遺跡的某個東西導致時空隧道與迪奧的電波產生共鳴 在灰心中 斯拉亞以迪奧有反應了 迪奧只說了創造者三個字 同時煙三等人都被傳送到熱鬥鎖在地 一陣光籠罩了他們 一個影像出現在他們面前 長相酷似斯拉的老人說 網路領航員是不可能 而立民的年限說 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有效管理混亂的網路世界存在 另一個人繼續表示 迪奧可以從太空管理這個世界的網路世界 延三意識到這些人創造出了迪奧 看見了他們是如何發射迪奧毀星的 看見了他如何毀滅星球了 這些人又說 我們創造的不是管理者 我們做出了電腦世界的神 網路領航員和人類 難道無法共同擁有這樣的存在嗎 難道我們真的是邪惡的嗎 延三理解了這作一機是創造者逃離自己的星球後 降落到古代地球的 而長相酷似斯拉的老人 彷彿是解除了雙將融合的島地 他的領航員說 主人你的身體已經到極限了 老人回答 我絕對不會放棄 你我可以融合的未來 已經可以到來的 不要放棄希望 要讓這個星球未來會誕生的文明 知道我們的意志 而他的領航員卻因為失去主了 認為自己無法單獨存在就自我刪除了 但突然斯拉闖入了影像之中 阻止熱鬥等人繼續觀看 斯拉已經認定他們是有害的愚蠢之物 要直接殺掉熱鬥等人 造成一劫的倒塌崩壞 熱鬥他們只能雙向融合後 直接開大招逃出去 之後回去亞美羅巴岩山 納優島的普萊德 夏羅的萊卡 都在使用電子產品的時候 被掃描到了地奧的徽章 這些都是黑暗洛克倫做的 之前綁架特斯拉也是為了奪得他的徽章 現在只剩下在日本的八人 而高斯也決定要為了女兒放下身段 跪著請求熱鬥 拯救這些女兒吧 不過看到電擊伯爵 還是得先跟他打一架就是了 那黑暗亞剛好的也在咖哩店 決定要跟熱鬥一起去 因為特斯拉是自己的委託人 完成任務後才能收到全額付款 於是熱鬥就帶著朋友們一起去 畢竟是要跟黑暗洛克倫戰鬥 結果路上只有一堆陷阱而已 其實高斯的目的就是帶有地奧徽章的人進來 讓黑暗洛克倫可以掃描他們的徽章而已 因為黑暗洛克倫威脅高斯 如果不做就殺掉特斯拉 完成任務後黑暗洛克倫登出 就把真鬥樓刺八樣所有人死在這裡 好險意志願空間即時展開 讓大家可以雙向融合 那查理在此刻表現英雄九妹 得到了特斯拉的一個相聞 但特斯拉離開的查理 告訴他替我謝謝叔叔 跟父親就再次失去重因 結果查理回到家後 發現特斯拉竟然住在自己的家 還很自然地說要洗澡睡覺 還嫌棄自己用的洗髮精品品牌 螺旋講了告訴查理 一定要處理好這件事 不管是要跟其他人說 還是跟特斯拉問清楚都是 但查理面對特斯拉也就是體貼暖男 替特斯拉買各種他想要的東西 畢竟特斯拉想要對黑暗洛克人的復仇 正在氣頭上的 另一方面黑暗洛克人告訴白盒子 我要你的徽章 如果你不來找我 你的姊姊就危險了 白盒子只能去黑暗晶片工廠找黑暗洛克人 並把這件事告訴熱鬥 原本以為是二打二的公平戰鬥 結果白盒子的身後突然出現利卡爾 這下利卡爾直接奪得了白盒子的徽章 並留下了一句 我會用的比你們更好就離開了 熱鬥問黑暗洛克人你們是什麼關係 黑暗洛克人回答 就是利卡爾博士幫我創造出來的 那戰鬥再開 先前的再生金屬史萊姆也加入了戰鬥 熱鬥等人陷入了苦戰 其實是查理和特斯拉加入戰場 特斯拉讓黑暗洛克人付出代價 那查理也不忘戰鬥中央燎美 替特斯拉承受攻擊 告訴特斯拉 讓我成為你的領航員吧 就讓我們一起解決敵人吧 特斯拉臉紅的說 別傻了 他們都是我的獵物呢 成功刪除掉了宇宙人 黑暗洛克人就自爆 異次元裝潢去撤退了 突然威力博士出現 他說 果然一切都是利卡爾的計畫嗎 熱鬥說利卡爾跟我講了 他得到所有的徽章了 可是巴雷爾先生已經死掉了啊 威力反駁 不 利卡爾最先得到的徽章就是巴雷爾的 因為在20年前 我在亞美羅巴進行某樣實驗時 巴雷爾上校在實驗中發生的意外 是由我來檢查他的身體的 當時在他手上看到了徽章 我就直接記錄下來了 當時利卡爾逃出我的研究室後 也順便把各種資料帶走 當時我不以為意 但現在來看利卡爾反而得到的所有的徽章 我們卻少了一個 這件事情結束後 查理回到家 發現特斯拉還在 甚至幫自己端食物和茶水 原來高斯也來這裡幫忙下廚 高斯問查理跟自己的女兒關係是 特斯拉直接害羞的打了高斯說 討厭啦父親 查理還同時收到熱鬥訊息 詢問特斯拉的蹤影 查理也只能打哈哈了 那這對情侶算是成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下次就是這集的完結啦 喜歡可以訂閱和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吧